這些的清水也連不了 依靠在日本的手裡 就是責心要來引發 化身火災的第二天 我們清理了所有民國用的機械 它來的帳篷就開始 有一部分的小量之下 我們告訴國務 你的訂單一定會給你客戶 它是我們中國信託的客戶 中國信託和我們的公司一樣 有文化好 我們事情就是要學 而學著要勇敢地去學 感謝肯定你的人 將來必定會成功 我們有相同的信念 就是要贏過昨天的自己 我們剛才觀世一個米 我們講了蠻久 包括這個到底慈善 慈善編是怎麼來的故事 還有就是到底慈善的米什麼意思 剛剛各位就大概聽了 蕭先生這個解釋就懂了 他在慈善種的米都叫慈善米 可是事實上稻米有很多種類 慈善米用的最多的是高雄139號 這是一種在高雄配種出來的一種 一種本地產的米 然後它本身的抗菌的能力比較好 所以它比較不需要撒農藥 然後它的衰退期比較長 所以你保留起來比較久 可以到六個月 還有它本身因為日照時間很長 它成熟的比較慢 所以它的吃起來吸收營養比較好 因為日照時間長 有些東西就很早收 八九十天就收成以後 那個米看起來軟軟的Q 就是反正那個很有道理的 就是任何食物在哪裡長出來 它都很有道理 那為什麼慈善又成為一個 稻米的原香 就是為什麼會發展成這樣一個概念 說講全台灣的米 是以慈善的米為稻米的原香 這個概念怎麼來的 其實講起來有一點不太好意思 不會不好意思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中國江南之谷就是以米之鄉 對啊 以前世界觀來說 越南泰國 它是稻米的輸出國 最大輸出國 對啊 我們出了小島台灣 這麼小一個地方 然後 在慈善 但是 現在在 包括在國外 大陸 講到慈善米 大家都 都知道 這個聲明演播 對 這是就是因為 慈善的農民 真的超認真的 白天在田裡工作 夏天工作 晚上 還要上輔導課 學習一些知識 在田間管理 這些 現在慈善米的農民 他都要做田間紀錄部 他什麼時候打田 下雞肥 什麼時候擦秧 什麼時候除草 這些都要做紀錄 在怎樣的狀況下 培育出來 在什麼天候下培育出來的 他的那一季的 這個米的產量 品質如何 都會去做一些分析 在未來 在下一季 碰到什麼狀況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些預防的動作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農民的知識 農民技術的進步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上 你看從 呃 70年代的時候 開始推良子米 到90年代 開始 農糧署開始 辦理這個稻米競賽的時候 嘿 在花東區的 這個米王蕭泉通 那就是我們外安社區 的殘銷班的班長 接著 在板橋辦的這個全國性的稻米競賽 秋鎚昌 拿了總冠軍 呃第二屆這個玲瓏鑫 第三屆玲瓏 哦 都是池上 聯繫三冠網 嘿 都是全國的冠軍 所以呢 其實 稻米 呃 可能非常普遍 是一個糧食 但是他整個的 的這個 栽培的技術 這個成果 在池上 就被池上的農民 把它發揚光大 嘿 發揮到極致 所以我們就認定說 其實 稻米整個的文化 這瓶子 呃 他的故鄉 嗯 這裡是稻米的原鄉 嗯 因為他在這裡發揮 發光 發亮 這樣子 嗯 因為很多農人他的經驗是來自他過去的經驗 對 但是他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 有些技術跟知識的部分就變成要靠學習 嘿 是 就是說 並不是完全靠前人的經驗就可以繼續維持 嗯 那各種技術的發展包括農藥 使用啊 嗯 或者有有機的那個觀念也是靠 靠學習 你剛剛講說 稻米其實來自許多南方的地方 包括中國大陸 越南什麼 那為什麼台灣叫做稻米原鄉 其實聽起來 也不會太臭屁了 譬如原住民的分布在全世界 嗯 台灣最後被人家研究出來也是最早的原住民的發源地 是整個全世界原住民所分布的最北邊 嗯 以台灣是最北邊 再往更北邊就沒有原住民了 嗯 後來經過那個原住民的各種研究發現 那個南島語系的人的最北方是台灣 嗯 所以那原住民的來來去去有人來台灣又離開 分不到菲律賓分不到更南島紐西蘭什麼 最後來來去最後你要找到原住民的最原鄉是台灣 所以後來台灣在發展原住民歷史的時候 就把台灣定為是原住民的原鄉 然後各種全世界的原住民 南島語系的開會都來台灣開 所以台灣是小小一個島 可是我們會找到蠻多屬於文化上很深的 很深層的歷史文化的東西 那稻米其實是一個 其實稻米在台灣來講 這真的的確是他文化一部分 我聽過一個故事說 在早年那個國民政府 那個在戰爭中有個山東 山東人他是來台灣看看能不能活下去 他就先來台灣探路 他發現台灣有稻米 他就把稻米寄放在信裡面寄到山東去說 這個地方是有稻米可以活 所以全家人就移民到台灣來 那時候我聽一個朋友講說 他的祖父就是從山東來到台灣 竟然是看到有稻米 就把稻米放在信箱 信封裡寄回去說 你們來吧 這個地方有稻米可以活下去 有得吃 所以其實稻米這個文化很有意思 經過這個池上 經過一個推廣過程 因為種稻米是一回事 你們萬安社區長期以來 推廣稻米 用了很多力量 所以慢慢的 你們種出來的米也好 各方面也好 在稻米的文化上就變成 有一種優勢 回過頭來講 我們整片整片的稻子 來種有機 是不是很困難 對 其實有機是在 台灣應該 只不過是在十來年的進程 萬安在90年的時候 因為推廣社區總體營造的需要 在文件會的輔導之下 我們前後做了 公共空間的利美化 90年我們就 推了農村新風貌 農委會的一個計劃 這是跟政府合作的一個 他選定你們的一區整個來發展 是由我們社區 提個計劃 然後獲得了農委會的核准 經費的補助 所以不只是有機 還有包括環境的美化 對 我看你們那個環境是 經過一個很長的規劃 對 包括空間 很漂亮 是 這就是我們社區 從87年開始 一直以來一直做 其實 裡面一個環節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推動這個有機專業區 有機稻米專業區這一塊 到現在 十幾個年頭 十一個年頭 嘿 這個部分 對萬安 對池上的這個土地的 呃這種 保護 啊 還有就永續經營的這種概念 就深深的貫注到 包括 嗯 所有池上人的這種的 觀念 觀念裡面去 吼 當然 剛剛老師有談到 雖然這麼大的面積 嗯 在稻田來說有 超過1500公頃 還有它的困難 對對對 因為 有機栽培 剛剛也跟 呃 廣安小姐提到 整個福壽樓啦 齁 這些的 的防治這些的 實在 越來越困難 嗯 嘿 越來越困難 嗯 啊 但是 你要找一個專區 因為有機的認證的標準 它勢必就是要有一個 完整的一個區塊 整塊 然後獨立的一個水源 呃 不會受到任何外來的一個 污染的一個區塊 嗯 才能夠做 呃 這個有機 呃 的認證 呃 當然 萬安 很 很幸運啦 呃 它的水源是獨立的一個萬安區 然後它整個有一個區域呢 大概60公頃的這個區域呢 是一個獨立的 呃 一個 一邊環著溪 另外一邊環著大排水 可我這樣子獨立的一個區塊 所以就在那個時候 呃 也因為 政府要開放這個稻米進口 呃 農業受到這個很大的一個衝擊 在那個世代 在那個時機 哎 就很順理成章的 所有的農民都配合跟社區跟呃 兩商米商農會結合起來 欸 共同來推呃 呃成立了一個萬安社區有機米 產銷班 來做這有機 其實 初期 在推這有機 第一個 大家沒有經驗 呃 這個呃 MOA是一個日系的一個有機認證的 單位 嗯 從那裡引進那個一些技術規範進來 呃 讓農民 農民 一下聽到說 還要重新再 回去除草 跪在 爬在田裡面跪著除草 罵都罵死了 那一段時間 覺得非常麻煩 對 他們 其實呃 在推動的時候 我們包括梁政賢啊 米商梁政賢啊 包括呃 前任的鄉長 李樂榮啊 哦 啊我們社區呃的幹部 大文斌他們 這樣大家一起去推說服他們來參與 嗯 哦 好吧 那就好 那就決定就做了吧 嗯 坐下去以後 看到田裡的草開始長起來的時候 他們開始就在後悔了 嗯 嘿 開始就碰到我們呃 這幾個呃 在帶頭的人就開始就在罵了 就在念了 嗯 哎呀 說 你們 你都不知道人家扣哈 都不 他意思就是說呃 不知道人家辛苦 因為草長得非常快 對 因為 你不用那個除草劑的話 對啊 用人工來做的話 他基本上是很辛苦的 對啊 所以 所以呃 那時候呃 像梁政賢他的米場就要經過那個旗 嗯 然後他就只好早上天還沒亮趕快就過去 不然的話 在那裡經過都會被那個典禮工作的人 就會比較黏啊 對啊 說齁 啊你也用台語講了 嗯 說啊 啊你也好慷慨 啊海溫這樣害你痛苦 嗯 意思就是說 啊 都是因為你 所以還造成我們今天這麼辛苦啊 嗯 嘿 對 所以這這段過程 其實在在我們心裡感受到 哎 真的實在是嗯 呃 農民他們的轉變嗯 也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過去的觀念中 對 除草這件事情 用除草劑就可以了 他們從 不需要人力去去去去去除 就是他多一多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以他們的年紀啊 他們在呃三四十年前嗯 是除草沒有錯嗯 嘿 是下去除草 對對對 那時候沒有殺草劑嘛 嗯 所以就是除草 好不容易等到有殺草劑出來 有化學藥品 很簡單 很簡單來處理 很簡單 所以他在那個二十幾年的時間裡面 就比較輕鬆 他就很習慣 很習慣用除草劑 啊 然後這個時候 是呃 變成說被 被我們講了啊 其實他看到大家其他的 其他非做不是做有機的人 那個有機的 還是用除草劑 輕輕鬆鬆的在做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懊悔啦 嘿 啊然後回來就是啊 真的 嗯 像我家就住在那對面 我只好早上起來的時候 遠遠的看著他們 嗯 其實心裡也是有一點愧疚啦 嗯 哎呀 對啊 所以到後來 我自己本身也 也參與下去做有機 其實就是要 感受一下他 真正的 嗯 對對對 我們才能夠了解他 呃 真正的困難在那 後來有有有有 有一個歌手寫了一首歌 說就是看到你們把那個草 煮下來 又把又把他採回去 就是 煮下草之後把他採到泥土裡 把它變成有機肥 對 他就寫了一首歌是不是 哎對 這就是那個浩克 呃 樂團那個 冠儀 哦 冠儀 對 有機的冠儀 好像 就寫一首歌就是踩下去 是 就是說他看到那個農民 做有機的時候是把草 以前用除草機 現在用用手把它割下來 對 可是要把他採回去 對 因為 因為其實雜草很多啊 而且種類也很多 對 你把他抓起來 拔起來以後 你每一次都要拿到田梗上去 太麻煩了吧 就這樣走來走去 工作效力也不好 嗯 所以 哎 其實就是把他整個拔起來以後 就把他用腳把他採到 採到那個泥土裡面去 把他蓋起來 嗯 他就變成有機肥了 對 哎 踩得不好 他又繼續長出來 當然就是要 因為你把他踩下去 他到時候長出來 所以你要把他踩得很深 對 把他踩得很深 把它變成有有有有有機肥 這樣 是是 所以所以整個過程中 那個勞力 用用用用自己的力量 是又更 更那個更辛苦 對 對 那是非常的 付出 真的是 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因為 所以有機 這一個事業 它是一個很勞力密集 嗯 很需要工 啊 然後再來 要很有耐心 嗯 的一個工作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繼續再聊 這整個在推動這個稻米原香 有機之後 還有一些什麼困難啊 嗯 或者遇到什麼 瓶頸 我們等一下再聊 好 謝謝